LAYO 聊世紀天天的呼吸音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波蘭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伯基圖 這兩個文明都是DLC文明 而且這兩個文明也是我很喜歡的文明 一個是波蘭一個是亞美尼亞人 兩個都是偏濃型的文明 而且都有特殊的能力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我與出生點位八點鐘發向的文明 是紅色的波蘭人 波蘭人他的肉碼跟重裝騎士 都有特殊能力 銀冠技術可以讓騎士的招架值變30塊錢 那金冠技術可以讓自己的肉碼 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而且波蘭人的大莊園 可以在旁邊撒農田 立即獲得8%的食物採收 所以後期波蘭人狂爆碼 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前期也可以打這個工兵 或是步兵路線 但步兵比較少見 我們就只看工兵 工兵的話也有拇指環 雖然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但是作為主力還是非常好用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的文明特色 是他羅車研發科技史 可以獲得40%的加成 一級伐木、二級伐木 還有挖金、挖石 都有加強效果 每點一次就是加40% 所以亞美尼亞人經濟算是獲取得很快 只有肉類獲取稍微慢了一點 算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但是他的羅車可以去打野 但是通常的阿拉伯的玩家 還是會去推路 如果像是在遊牧 或是陸地遊牧 這類地圖 就可以讓自己羅車 跟四隻村民到處去打野 非常舒服 那亞美尼亞人 主力是他的工兵部隊 這個複合弓箭手 還有自己的步兵 這個白血的劍兵有事 但是到了中後期 也有一些職業選手 會選擇打這個重裝騎士 作為主力 因為他的騎士的路線 就跟波蘭的騎士一樣 只缺了一個三級馬鎧 基本上還算是能用的狀態 好 但是阿拉伯算是一個平衡性 非常足夠的地圖 就來看一下這兩個偏農的文明 會怎麼打這張地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開放地圖阿拉伯裡面 亞美尼亞人跟波蘭人 該如何找出自己的開農方法 那先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那邊可以看到亞美尼亞的金礦在上方 果汁在前方 右邊有黃金 這面有黃金 這裡還有一個石頭 整體看起來黃金路線是比較悲慘的 兩個附金都在前方的位置 但是自己的主金非常好 是在後方 這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後面還有一個石頭 後面只要挖出石頭 稍微打出去插石頭防守 插城堡防守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看一下波蘭這裡 那波蘭這個五位秉 是需要大量空地去灑出自己大中原的一個文明 所以有沒有空地對波蘭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形 很重要的地形 那這邊可以看到黃金在上方 黃金也是兩塊 在這個正前方 跟亞美尼亞人差不多慘 但亞美尼亞有塊金是有點偏右邊 有點後方的位置 所以波蘭來說會比亞美尼亞人壓力更大 畢竟主金也在前方 那這張地圖如果沒有守好 很可能就會被秒殺場 但是他前期的防守相當輕鬆 這裡稍微圍一下 這裡圍一下 好圍過來 這邊稍微圍過來 基本上就可以守住了 好亞美尼亞人這邊點一下了封建時代升級 波蘭這邊也是 兩邊都是打一個18P 18P升封建時代 好這裡長槍兵出來 稍微巡弱一下 那這個算是一個好習慣 現在的天梯裡 大家都要去學習 一上封建 就去按槍兵 不管你是要走馬舟路線 還是要走攻兵路線 習慣性的按個槍兵 對於防守來說壓力會少很多 好像是你要去圍架的時候 拉著槍兵過來溜一溜 你的防守壓力就會小上非常多 好 那這裡看到亞美尼亞人 是把後面 想要圍死 這裡還有個洞沒有圍 圍到一半突然不圍了 他把這個洞溜進來 變成經濟場 不斷直接走進去 波蘭這邊大爆麻 但是亞美尼亞這邊也是爆麻過來 走一個多線 那目前看到波蘭人已經領先 擊殺了一隻村民 手殺是由波蘭人拿下的 但是波蘭人這邊有傳政中心閒置的關係 所以村民術並沒有領先 不好意思講錯了 是亞美尼亞人拿下一村的優勢 然後波蘭人又斷村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已經輸了兩村 26對28 看相反 那波蘭人這邊是繼續使用弱馬 但是沒有繼續補下任何的馬 亞美尼亞人這邊把弱馬補到了四隻 想要用著弱馬來反擊一下這邊的主力 好 這邊用弱馬稍微交換一下 血量互打 好 成功都換掉一匹馬 亞美尼亞這邊的弱馬 血量有點殘 找個高地回頭打一下 好 再上了高地 波蘭人 有點機會嗎 後面有槍兵 亞美尼亞的弱馬 有點危險 槍兵過來救一下 好 前期應該也是小打小鬧 好 好 這邊上個高地 再次反擊 這裡轉出了五隻弱馬 喔 但是這一波反擊之後 亞美尼亞人的弱馬數量 開始打出了一些優勢來 波蘭人這邊拉出了家裡所有槍兵 直接一個回撲反擊 左邊一個攔截成功 但是是誰攔截誰 好像不好說 好 但後面又補了更多的肉馬 哇 波蘭人這邊是一直補肉馬 一直爽 反正我的大莊園就是這麼的給力 獲得肉量非常多 即使玩這麼多肉馬 我的食物也不會落後於你太多 這是波蘭這邊的一個優點 好 那升級來說還是亞美尼亞人 已經升級的上去 家裡部分 波蘭人快要把家裡給維耗 前方補了兩個射箭場 亞美尼亞人直接走一個強奴路線 那亞美尼亞人的強奴路線 稍微可惜了一點 沒有拇指環 但是射程來說還算是挺正常 一樣是這個正常的射程 強奴射程 比复合弓箭手還要多了一點 所以正面開打情況下 遇到波蘭這種馬凱沒有完整的情況 那找強奴路線可能會比走 複合弓箭手還要更好 今天多了這一點射程 能操作的空間更大 好 兩隻槍兵過來回舟 但還順利收掉一隻工兵 兩隻工兵收下 槍兵順利的收掉了兩隻肉馬 好 波蘭人這邊升到了 城堡時代 可能要走工兵路線 跟亞美尼亞人一樣 兩邊都是走工兵 波蘭人直接 砌掉農田路線 好 但這邊工兵有點 找不到人身方向 工兵往前補 亞美尼亞這邊工兵直接一個攔截 好 這邊看一下細節操作 這邊 這邊如果你是波蘭人的話 不管你是波蘭人 你要從馬轉攻的話 最好就是要把這個大莊園 這個模仿裡面自動撒田給取消掉 才不會一直撒農田 撒過頭到誰的木頭爆炸 沒有辦法轉出彈道學 或是穩定自己的木頭 去產出更多的工兵 或是補第三個射箭場 或是開TC 都會有困難 這算是肉轉馬的一個小小細節 那如果你中間又要去轉馬的話 記得要先點一下二級農田 再去轉會更好 那當然這部分是屬於波蘭人 會需要注意的重點 那如果你是其他文明的話 二農有沒有點 我覺得影響並不是那麼的巨大 那如果你是西西里的話 那還是點一下會比較好 這個經濟會差蠻多的 好 亞美尼亞人 這邊黃金是繼續補了更多 14個人挖金 14個人挖金的話 甚至可以補到3個射箭場 也沒問題 那這邊黃金是為了要去補 這個強化教堂 戰鬥技師 減生物來用的 好 這邊3TC穩穩農 如果我是亞美尼亞人 我這邊已經會再補一個射箭場 雙射箭場出這些工兵 實際上是有點少 畢竟剛剛投資的黃金量這麼多 好 但這邊是選擇要走個防守室 直接轉出工程器製造所 好 前方的工兵稍微走位一下 對手射箭完全沒射到 走斜了 對方就射不到 除非你有彈道學 OK 這邊敲掉 但前期就投資彈道學 會對於經濟的發展來說 會有一定的影響 好 但是如果有點下去的話 前期的壓制 就會賺到非常多的村民 在防守或進攻來說 都一定會有極大的幫助 但這就是一個投資行為 你要投資在軍事上 還是要投資在經濟上 這個算是斯益利果 常常會面臨的決定 好 弩炮出來 那這些弩炮應該就可以壓回去了 這裡由於射箭場很少的關係 補弓兵補了很久 終於補到了10隻 那目前破爛人有點像一級弓箭甲 所以亞美尼亞人正面硬打的話 也有可能會射輸對手 好 破爛人在後方的殺亡問題已經解決掉 把弓兵往回拉 將弓兵重新集結的話 正面就快要將近20隻的弓兵單位 兩方都是弓兵開 好 破爛人這個走馬的科技 反正沒有走 選擇了大量弓兵 好 這邊3TC開弓 下方弓兵往下了 這裡要不要先佔高地呢 這個高地感覺蠻關鍵的 好 這裡也沒有不彈道學 兩邊都要靠著往前壓制 才有可能收掉 好 但亞美尼亞這裡沒有很大膽往前貼 這裡剛剛只有8隻弓兵喔 往前貼的話可能全部吃掉 沒問題 感覺有點措施良機 好 這裡回頭 這裡射的影喔 這裡不用撤了 往前 繼續偷 沒錯 剛剛這樣子往前就吃掉了嘛 看來有點太小心了 OK 吃掉這座弓兵 破爛人會有點尷尬 沒有弓兵的話 現在家裡會很騷高 工程器製造所在前方 要往回拉了嗎 家裡的問題可能要先解掉 不然會被騷擾得有點嚴重 甚至出兵也會有問題 好 投石車全部往回拉 這裡面的亞美尼亞也轉出一台投石車 進行防守 好 這邊可以拖菜一下 好 現在破爛人點下彈道學 有彈道學的話 就不會射輸對手了 好 這邊高低反擊 高打第一三很痛 一換一 那亞美尼亞這邊還沒有點彈道學 這主要是因為 已經前面投資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才能慢慢點下 點的時間會稍微慢了一點 好 前方轉出了奴炮投石車 正面集結一下 這裡有機會對撞嗎 兵力現在這一波工兵可能會被包夾 好 這邊高打第一 減了一些傷害 還不錯 上方投石車互換一台 奴炮可能會被換掉 這台投石車一定要換一台投石車交換一下 好 撒一下 完蛋 最後沒有換掉 下方的工兵居然被打了回去 哇 破爛這一波有點被反殺的感覺 這時候亞美尼亞人轉出了4TC 村民數87吋對70吋 經濟真的是越來越好 好 這邊破爛人要小心了 對方經濟這麼好 要思考一下了 這麼好的經濟 該怎麼去做反擊呢 這裡不偷抓點村民或是一波噴馬 抓掉他的大量村民 可能會越來越慘 而且對方的軍事工程系非常多 好 這裡似乎轉個城堡出來 點個貴族特權 好 是個不錯的想法 那這邊就會面臨破爛人 剛剛我們說到的問題 黃金都在前方 沒有辦法把戰線推出去 待會這塊金也被封 就真的是實質上的斷金了 後方的黃金也沒有 這都是石頭 另外附野金在這個位置 這是一個非常難找到的位置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過來 看到一個生物 撿一下吧 好 亞美尼亞人點下了帝王時代 升級來說還是破爛人落後了 好 這波進攻要小心 破爛人被砸到立發 他弓箭手死了非常多的數量 投石車還在輸出 要不要先點擊到殘血的投石車 但是這邊在忙著看投石車 弓兵走一走就走到快死光了 一排的屍體啊 哎呀 最後破爛人也是被換掉那台投石車 後面的破爛 威力終於集結起來 解掉最後的殘兵 這次弓兵還想要秀啊 想要互換 欸 沒有換到 好 這波換完之後 破爛人 要思考的事情是要不要轉馬了呢 亞美尼亞這邊是決定繼續走工兵路線 好 現在已經轉出了4個射箭場 第4個再慢慢蓋 好 前方普瑞跟城堡 破爛人要趕快趁這個機會出來挖石頭 把城堡開始往前蓋 這裡蓋一個 這裡蓋一個 這裡可以蓋一個 好 如果再兇一點 把這個低調在這裡蓋寶 也是相當舒服 但現在實在上軍落後 往前插寶 就是自殺行為 好 這邊地方實在三級色化學 先移去等下 這樣亞美尼亞的工兵 只剩下強弩沒有點 強弩也補下了 好 這裡升級 要小心 完了 TC蓋得起來嗎 哇 只剩下一點村民 好 這裡有一波大戰 升到帝王世代的破爛人 也是選擇化學 但三級色還沒有點 好 先轉了一些戰毛兵出來防守 好 但是這邊強弩數量實在是有點多 但是戰毛兵演的反擊 畢竟波蘭沒有三級甲 不用擔心 歐齒齁 這一把有點痛 OK 城堡最後還是不蓋起來 不然在左邊補了一根城堡 泡拳一好 後面有工程器製造所 待會可以轉出火炮 好 但正面的強弩又過來了 這是一個多線進攻 亞美尼亞 上方的城堡建立起來之後 開始往下 開始進攻進去了 好 這裡也慢慢開始轉步兵鎧甲 好 這邊高達第一 投石車直接被點掉 傷他非常的優秀 但是找到兩隻工兵 好 波蘭人直接不升強弩 直接轉成戰毛怪的形狀 那如果轉成戰毛怪 如果亞美尼亞人又轉出白血劍有 那就大難零頭囉 所以轉戰毛兵 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決定 我要繼續打的話 走工兵路線 配肉馬 可能會沒那麼耗資源 黃金全部投資在工兵上 漏馬 也是波蘭的大牆上 可能走這個路線會更好 好 這邊部隊兩邊互換 唉唷 投石車 這個不是投石車 火炮砸了一發 後方的兩台巨頭繼續攻城 火炮下面急急趕到 這個火炮可能猜不到後方巨型頭C 這個戰位站得非常好 尼控這邊是有想到 後面的火炮問題 其實亞美尼亞人是沒火炮的 要躲火炮 巨頭的位置就要站得好 好 那目前正面的部隊有點窺不成軍 這樣毛兵出來還是有點難擋 強弩 OK 城堡掉了 火炮也可以出動了 正面的火炮 唉 去了哪呢 火炮往前補了嗎 家裡應該有一台 在這個位置 火炮出來 變之有沒有 有火炮 就好反擊 左邊巨頭 但是巨頭反擊火炮一發必命 尷尬 亞美尼亞這個巨型頭C打得特別準 好 長劍兵出來 但是現在長劍兵還沒有升到三級 步兵甲 但是沒有太大的 防劍能力 而且連金冠技術也沒有 這個長劍兵特別薄弱 好 正面部分 波羅蘭開始用正毛兵步步推進 在家裡的步步 附近補下了一根城堡 正上方這裡也可以打算補一個也不錯 加美尼亞這邊三級步兵甲 終於補了下去 好 工兵重新補下 突然意識到沒工兵不行 人家的長劍兵數量越來越多了 好 長劍兵抓掉了幾隻工兵 小鑽 正面大量戰毛開始往前推進 好 三台火炮陸續成型 三級弓箭甲 三級弓箭射程 終於有點下了 轉甲技術也補下 這樣就更能抗箭死了 好 現在火炮有這個射程上的壓力 強奴可能要小心 不要被打到頭破血流 又找到了一發 剩下十二隻的強奴 那這個時候 雅美尼亞人要是有復合弓箭手 連戰毛病也能射穿 算是互相傷害了 現在雅美尼亞人沒有轉復合弓箭手 只轉長劍兵 現在肉有點吃緊 經濟有點不太協調 好 這個羅車吸到非常多的傷害 相當不錯 好 火炮再打了一發 直接打到後排大量的強奴 強奴打得很勉強 左邊一個暴民手撕工程器製造所 後方重新補下一個新的城堡 從劍兵過去開始手撕左邊戰線 好 金黃神雙手劍兵了 好 上方想要蓋TC沒蓋成 正面戰線開始有被反推的跡象 火蘭人這邊要趕快撒農田會比較好 這時候轉馬就會很有用了 因為劍兵系呢 他的近戰防護力並不是那麼高 天生只有一點防護力 不管是要出重裝騎士 或是出這個大洛馬擴散傷害效果 擋這些劍兵都有一定的傷害力了 好 結果這根寶補得有點慢 對對手亞美亞人抓到蓋寶村民 村民術又下降了一些 但這根寶一蓋好趕快收村 反擊強奴 強奴又先打 OK 這邊先打強奴 非常專業 最後亞美亞人點下了金冠 波蘭人則是把強奴給升級好了 現在波蘭人打不贏的原因 最大問題是沒有強奴聚集起來 遇到這些劍兵人 會有點難受 好 正上方的兵雲團 暫時停止了出兵 金冠激素先點一下 現在要來到的就是C血 目前攻擊力也慢慢提升 劍兵勇是所需的黃金還需要一些 肉也需要更多 好 波蘭人終於開始在轉馬了 OK 轉馬時間 差不多是這個時間點 比較適合轉的 有時候太早轉兵的話 很容易會被對方 再被轉回去了 讓對方成型得差不多再轉兵 算是一個確認後轉兵的動作 當然如果你能預判對方的話 是更好 這根城堡應該有機會拿下來 左邊的遼闊土地 劍兵好笑有差距到 後面是你的大本營 這裡金還在挖 這個TC待會要找個機會刪除 好 劍兵勇士點了下去 三級弓箭甲也終於補了 這樣就不那麼害怕對方的強弩了 戰毛兵存活力也會大幅提升 好 這裡強弩往前 先射掉一隻 OK 哇 有這個白血劍有 真的是很耐抗箭矢 太耐打 哇 直接堕爛 連強弩都要拉打一下 不拉打的話打不贏 這裡弓兵雖然真的太少 拉打的意義也不是特別的明顯 至少要有20隻弓兵 才好打這個陣型 好 這邊劍兵勇士想要突然回頭打 巨型投司機 有拿掉一台嗎 沒有辦法 好 下方劍兵勇士衝了過來 強弩緊追在後 但是破爛人的黃金 只剩到這一塊了嗎 左邊的主箭好像還有 鐵金還在挖 還有兩塊金 好 牙明亞人點下了二攻 劍兵勇士 要不要來到70片田呢 木頭還有40個人在挖 木頭還是有稍微一點爆量 好 白血盡有 攻擊力再提升上去就全滿了 遠防6點 近戰4點 血量100滴 攻擊力非常可怕 比遊俠只少了一點傷害 但前提是要摸得到才行 好 破爛人轉出大漏馬 金冠也點下了 黃金開始投資在奇兵身上 這樣待會反擊戰毛兵或是強弩 用這些馬就綽綽有餘了 好 後方又一個多線 破爛人在後期的組合裡 如果先轉了攻兵 後面轉馬就會特別快 好 那現在這個階段 破爛人轉出戰錘兵會不會有用呢 我個人是覺得戰錘兵的優點 有 但是不多 到後期這個階段 有些時間來到50分鐘 太吃黃金了 這時候你又出強姆又出戰錘兵 會加快你後期的死亡速度 這時候真的是用一些漏馬 去後面偷村民 效果是非常好 四刀就可以砍死一隻村民 而且還有破散傷害效果 血量又比一般的漏馬還要再更多 所以現在戰錘兵不是一個適合的出場點 反正是轉出大量漏馬 然後強弩陣地戰 火炮 然後繼續打陣地戰會更好 然後漏馬去後面逼滴 但是後面這裡陀兵也是有點糟糕 前面的兵有點送的太多 雖然亞美尼亞人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傷害 那這時候的亞美尼亞人 就可以開始考慮轉馬了 馬只有二級馬鎧 點個品種 出個輕騎兵 打個多線也不錯 突然這裡沒有火炮 所以陣地戰現在打得很痛苦 這裡有火炮的話 該有多好 打戰錘 打巨頭 都有用 工兵重新集結 這些工兵群 34隻 是波蘭人的最後希望 但是工兵來不及 重新集結 巨型頭司機 還是被劍兵勇士給摸到了 劍兵勇士一致手撕 兩台巨型頭司 第二台第三台 第四台有機會 全部搞定 四台巨頭全崩 波蘭人 沒有任何的工程器械 只剩一台火炮 在後方 但是太慢轉出來了 這裡只剩下肉跟 少量的黃金 肉也不太多 只有50片鐵 射命的部隊 開始被劍兵勇士打了回去 我們恭喜 波蘭人 欸不是 恭喜亞美尼亞人 拿下比賽勝利 哇這個白血劍有 真的是彈啊 彈了非常多的傷害 加血量啊 我個人認為是比加防御 還要更有用的東西啊 所以這個白血劍有 在一些實戰裡 確實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效果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亞美尼亞人拿到 基本上全資源勝利 食料指數500左右 5生物都在亞美尼亞那邊 後期真是沒得打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